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程结构绒缸钢是指用于制造大型金属结构于桥梁、船破、防架、锅楼及压力容器等的钢材 一些机械中的机架或零件也采用工程构建绒缸 包括碳速结构缸或低合金高强度结构缸 而机器绒缸钢大多采用优质碳速结构缸或合金缸 一般经过热处理后使用 工程绒缸缸包括碳速结构缸或低合金高强度结构缸两类 作为构建绒缸有余下性能要求 首先工程构建承受富货 所以在理学性能方面要求材料弹性磨量大 保证构建有良好缸度、有足够的强度、小的绰口敏感性或冷脆倾向性 其次 构建都是在一定环境中使用 与大气或海水等 因而要求构建绒缸钢做有一定的耐大气腐蚀或海水腐蚀的性能 还有,为了保证各种构建、各种结构、形状要求 结构绒缸要宜于冷变性或焊接成型 所以,构建绒缸钢要有良好的冷变性性能或焊接性能 碳瘦构建绒缸又称普碳钢 由于宜于冶炼、价格低廉 性能又满足一定构建需求 用量很大 与建防钢筋、焊接机架的板材或芯材 因为综合要求冷变性性能或变性及焊接性能 铺碳钢含碳量较低 在0.06%到0.38%之间 由于铺碳钢主要要保证冷变性能 所以其牌号命名结构重点在体现其冷变性能 排号基本形式是 触伏强度拼音手写字母抠 加上触伏强度素质三维素 另可嫌用后缀分别标明质量等级或河碳方式 与扣23比-A比 表示触伏强度235兆帕 A质量等级、B是指半正定钢 铺碳钢的排号有Q195、Q215、Q235、Q255或Q275等五种 一般情况下 这类钢在热炸状态时不再进行热处理 当然为了提高性能也可进行一定的热处理 铺碳钢用途广泛 通常做钢结构件 还有机械、壳和罩以及焊接机架用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是指在普通太阳色高的基础上 加入少量合金元素发展起来的一类钢 所以又称普通低合金结构钢 简称普D钢 国外称HSLA钢 由于低合金元素加育 相对于普碳钢 普D钢具有如下性能特点 一、强度高于普通碳数结构钢 可降低构建制住 节省钢材 二、具有足够的硕性、忍性及良好的焊接性能 三、具有良好的耐势性或低的冷脆转变温度 普D钢包含300兆帕、350兆帕、400兆帕、450兆帕、500兆帕、600兆帕等六个级别 这类钢在成分上具有低碳或低合金元素的特点 含碳量一般低于0.2% 其中300兆帕到450兆帕四个级别的普D钢 主加合金元素是廉价的 具有较大固容强化效果的猛 附加的能吸发金铃改善强忍性的元素 与铝、繁、钛、铃等 以及提高耐大气腐蚀性能的铜或铃等 其始终状状态组织为铁锁体加珠光体 500兆帕或600兆帕级别 普D钢收低碳倍式体钢 是以木钢或木棚钢为基础 再加以蒙、铁、链、链 附加能吸发金铃改善强忍性的元素 与繁、钛、铃等 普D钢的牌号主要呈现的是钢的成分 包括含碳量和添加元素 其结构是含碳量万分之几的两位素质 和添加元素的元素符号组成 常见的低合金结构用钢类排号是 12蒙、09蒙、链、16蒙、12蒙、锡吐、16蒙、链等 常见低碳倍式体钢排号有 14蒙、木、繁、14格、蒙、木、繁、棚 普通低合金结构用钢在热炸状态下使用 走之为铁石体加质光铁 而低碳倍式体钢在热炸状态下或正合下使用 走之为倍式体 Q350级的16蒙钢是应用最广 用量最大的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广泛用于石油化工设备、船泊、桥辆、车辆等大型钢结构中 3-8-000蒙、半壁、小玉璃锅と摆得签 2-100cc。 3-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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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茶均 1-0-0-0、茶均 工与、中心油纸、一つ、10m、游泊、小玉、矢。 4-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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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茶均 5-0。